Hello,欢迎来到其实你应该,我是Dandy 今天来聊其实你应该了解 多一点说做就做的傻劲 便能解锁人生更多的可能性 你有没有人长到一定的年纪之后呢 你做的事情就会想很多,绑手绑脚 但年轻的时候呢,你就会一股冲劲 你觉得说,反正我没什么好损失 就做啊,反正你脑失败就算了 然后这件事情如果做不成,没关系 对我来说损失没有很惨重 但就是年纪见证之后呢 你就开始就权衡利弊 就是说,我现在这件事情如果投入了 这个成本,这个时间 到底那个回馈到底可不可以满足我的期待 或者是我会不会学学做么不成功 学什么电脑绘图啊,或者什么coding啊 但我会不会学不会 就是你知道,三分钟乐度 因为这些负面的念头 就会打消你去尝试,去做改变 那今天就要聊聊说做就做的傻劲 第一点就是呢,敢于是错 你就赢在起跑点 我相信很多人听到这边就想说 这就是废话 啊,我就是很害怕 我就是最后面没有达成我要的理想跟那个状态 然后花了很多时间跟 然后心力在这件事情上面最后面一无所有 就会觉得自己很蠢很笨 或者是你知道,可能选了A 我就会失去B的选择啊 那这样子之后我是不是就会后悔 就会有遗憾 但我跟你说,大多数时候 你没有去试过 你就会变成你的遗憾 举例来说 我二十几岁的时候 那时候就是觉得说 哎,我很想要找一份 我自己很想做的工作 然后人生因为一些变化 就是开启了创业之路 如果那个时候 我当下觉得说 啊,我不要啊 如果创业之后失败了 就会贵很多钱啊 那我这样是不是 哎,开了店啊 然后之后就回不了职场 你就有很多很多的焦虑 他就会不断的劝退你 让你无法做出改变跟尝试 但如果你今天反过来思考 啊,我人生就活这么一次 我失败又如何 反正最终 人终将一死 如果你推到一个极致的状况来讲 你就会觉得说 我很像没什么好损失 只要这个试错 就是是有意义的 我是真的对这件事情有期待 就是它是我人生的 那Check Leg Summit 其中一项 那你就值得你去尝试 那如果你去做了 你做到那边成功了 哎,很开心 失败了,没关系 至少你知道此路不通 这个试错 它让你就是 至少你知道呢 Check List可以化掉 那你就赢在起跑点 什么意思叫赢在起跑点 别人不敢去做 你敢去做 你可能就多了一点 成功的机会 而只有第一点 敢于尝试试错 你就赢在起跑点 接下来第二点关系说 说做就做的傻劲 就是二 总想着不会成功 你便不可能成功 这有一点就是 自我实现 预言的这个概念存在 如果你再做一件事情 你打从心底 就认为说 我就是不会成功 这件事情不会 这么容易的 让我达到那个目的地 举例来说 谈恋爱 你可能刚开始滑脚软体 你就怀抱着 很负面的心态 说谁会跟我配对 配对我成功的 可能也是诈骗 即便好像是真人好了 就是之后 这边他一定有看到 我的缺点 他不会想跟我 长期的交往 他可能就是想 骗财或骗色 你就会怀抱这种 非常极端负面的心态 在交友上面 但是你内心 其实是期待 有个对象 想要谈恋爱的 但你如果一直告诉自己 就是这个人 不会是喜欢我的 这样的关系 不会是真的 我期待那样的关系 你就会在应对进退 在说话的过程之中 不断地释出说 很多的防备 或是不断地 就是会一直想要打退他 想说我这样子 你会喜欢我吗 我性格很机车 很难搞 我这样的人 你真的会有兴趣 想跟我认识吗 就是你会不断地 反而是反向推销 很多人是 在谈恋爱的时候 要懂得自我推销 但是这种人 就是他把这件事情 想得不会成功的人 他就不断地反向推销 不断地说 我跟你讲 不要 我这个人真的很难搞 我跟你讲 我这个人真的很急车 我真的就是一谈恋爱 我也不会想要 全身投入 你这样讲 你眼前这个暧昧 对象自然而然 也会跟着恐惧起来 因为你都这样说自己了 那我怎么可能相信 你是个不错的人选呢 所以这就是刚刚说的 你如果想着 不会成功 就不会成功 原因是 因为你的所言所行 你的作为 就是说散发出一个 负面推销 让这件事情 更不容易成功 刚刚讲的可能是 比较放在感情的部分 那实际上 你在工作上面也是 如果你在执行一个案子 你在推广它之前 你就已经觉得说 我只是应付了事 这件事情 用想也叫不可能成功 有些工作者 真的就是因为 上头赋予这样的任务 他觉得说 我不会成功啊 我只是因为一份薪水 所以我就不得不做 为了乌冬蜜遮腰 但实际上 我个人自己也不认同 我现在在做的事情 你怀抱这样的心态 你就真的不会把这件事情 给做到成功去 因为你的做事 就前提 你可能遇到一个小挫折 小困难 你就觉得说 你看吧 验证了 我所想的 就是很难成功 就是不可能真的做得成 所以就真的不会成功 而就是第二点 再第三点 跟我说 多一点 说做就做的 傻劲 就是三 结果又如何 重点在体验这过程 因为人的一生 最终就是走向死亡 那你中间 你能够达到 多高的境界 或者是多大的成就 就即便你达到了 你最后还是会归于 然后成跟土 所以重点应该不是那个结果 那个结果当然达成了很开心 重点在你这一个短短的数十年之中 你体验你人生 你做了什么 你想做的事情 你完成了什么 你期待的梦想 而这过程就刚刚说的 很多人就会把失败定位成说 你看我花了这么多时间 我今天做了这么多努力 结果得不到我要那个目标 我就是不想要这样徒劳无功 但其实你反过来思考 你做了这个过程 你获得这样的经验 你获得人生这样的体验 就是失败的体验也好 或是至少你努力去尝试 你在这个过程中 你可能很开心 你很尽了全心全意 但最后面 你没有得到任何的名次 你没有得到你要的结果 那也没有关系 因为重点是在于 你这个路程之中 你看到的风景 你自我的认识跟学习 这才是人生最宝贵的体验 而那个体验 那个过程 才是人生最关键 跟最美的东西 而不是最后面 你可能拿到第一名 或是你获得了巨大成功 但很好 但是你拿到了 你最后面 人都只要死 你跟所谓的第二名 第三名 跟那个所谓 完全没有名次的人 是一样的 你重点是在那个过程之中 你获得了什么 那个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有时候怀抱着那种 我说做就做 我就是要比赛 好不好去比看看 反正没得名 没关系 中间的确我要花很多时间 可能努力在这件事情上面 但是我中间这个 心路历程 这个体验 对我来说是最珍贵的 接下来第四点 关于说 多一点说做就做的傻劲 就是评估失败的成本 可以承担 就可以去尝试 第四点就是拉回一点 限制的考量 不是说你今天完全没有任何的 事前准备跟努力 就有贸然的创业 或是你跟这个人根本不熟 你就跟人家谈恋爱 就是跟他投身爱情关系 然后自己恋爱 而是说你前面要去做一点 失败的评估 这个失败是我可以承担的 比方说创业 我的这个一笔钱 这个资金 我就是可以拿创业 即便他失败了 我还有退路可以走 我不是说 我就是失败 我能在露宿街头 没有那么夸张 或是谈这个恋爱 你就是明明知道这个人不爱你 但是他想要骗你的钱 那你还傻乎乎的 就恋爱 想说没关系 我就是试试看 你知道说做就做 今天的这个重点 是在于说 你还是要有个底线 你还是要有个准则 这个准则是 等于是防护王 我今天试错了 我至少这个底线之前 我是可以去容忍的 就是这个资金 创业失败 我是还可以回去职场就业 没有问题 或是这个恋爱没有谈成 没关系 我还是不会被骗财 或骗色 就是这个底线 你要是拿捏好 在你可以承担的这个范围里 那你就是可以尝试的话 就尽量去尝试 试错 那又如何 你就是至少你知道说 OK此路不通 我人生不会留遗憾 反正我已经试过 即便我遇到渣男渣女 即便我现在创业失败 即便我现在这个工作案子 或是这个职场的环境 不如我预期 但至少我投身 这个领域尝试过 那我也不会 就是对这个东西 再怀抱任何的幻想 或是过多的期待 因为我知道它现实是长怎么样 那体验过 不如我预期 没关系 那我们就是 往下一个目标前进就好了 而就第四点 好了 今天就是以简单的四点 来聊聊 关于说 多一点说做就做的杀劲 便能解开人生很多的可能性 提供给你做参考 最后呢 因为我今天刚从韩国回来 热腾腾的要介绍一间 位于韩国首尔 汉江镇的美食 叫做Pipeground 这间店呢 有够难找 它是位于汉江镇 那个地铁站出口附近 真的是你开Google 它会不断的飘移 而且汉江镇那边就是 它就是一堆山坡路 上上下下 地形非常的复杂 就是你有可能转一个弯转错 你就是得要再爬那个超长的楼梯 或是走超长的路 才能够回到原点 但这间店呢 为什么它值得去 原因就是它非常的隐秘 非常的不好找 它在一栋建筑物的地下一楼 那店内提供各式的 意大利面 披萨 沙拉 还有各式的酒品跟饮料 他们家的招牌是披萨料理 然后是属于那种薄皮的披萨 你的口味呢 就是可以选拌拌 就一拌一拌 一次可以满足你两种愿望 那我这次因为一个人前往 所以我没有办法吃一整个披萨 有点太多 那我就选他们家的 番茄意大利面 我个人觉得也非常的好吃 就是意外的 它那个面条的处理 口感非常的好 调味也是深得我心 虽然它那个烹煮的方法 可能偏比较低温烹煮吧 就端上来之后 你就觉得那个意大利面 就温温的 没有你期待或冒烟的那个热度 就觉得怎么会是这个温度 但非常的好吃 那他们家的招牌是披萨 所以如果你是多人前往的话 我建议大家就一定要点披萨 看起来超级好吃 那这间店呢非常的隐秘 所以大家可能要找一下 但我觉得值得一吃 就是难得去韩国 如果你吃你的韩食的话 这间意识餐厅提供给你做参考 那相关的资讯呢 我有拍影片 我放到IG 其实你应该请大家去IG搜寻 其实你应该按赞追踪起来 我在信中都有发现多有趣的 几时新闻还有梗图 所以你一定要追踪才看得到 好啦那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 下次见哦